這樣講不然我被太誇張 台北藝術節的內容 是我送給這個城市的一個禮物 其實非常少觀眾會把所有整個藝術節的節目 全部都看完 然後瞭解我的策展主 所以這時候我就必須思考到說 這個整個藝術節或節目的策劃 不是只是在展示我的觀點而已 我必須要讓這個城市 各種不同多元的族群 他們都可以在這個藝術節裡面 能夠看到他們有興趣的東西 藝術節就有點像是過年 或者是耶誕節一樣 就是你必須在節日的時候 你要做一些平常做不到的東西 或去不一樣的地方 或平常吃不到的東西 所以我也希望這些團隊的節目 不是平常就已經看得到 就算很成功我也不要 就是我要一個很特別的 我覺得這樣才能夠有一種 節慶的感覺 節慶就是媽祖遶境 節慶就是請客吃飯 但是你要錢要花得很漂亮 然後你希望大家 大家都想要來這邊吃飯 藝術節就是一個城市的精神在表演 所以你怎麼樣去表現這個東西 你怎麼樣 有些人他可能沒有來看台北藝術節 但是他翻開那個節目單 他就可以感覺到這個城市的一種 活潑跟生命力這樣 你如果來到這個城市 你看到很多建築 可是你不知道這個城市的人 到底在想什麼 然後你也碰不到他們的靈魂 因為他可能要花很多的時間 可是如果你有機會來台北藝術節 來看這些節目 不見得是國外 也可能是台灣的節目 我們本地做的節目 那你會知道在這個城市裡面的人 他們真正在意的東西是什麼 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